各位好 我们来看等加速度运动的例题 直线等加速运动的小球 其初速V0是每秒4公尺 加速度A是6 那这是每秒增加6公尺 抱歉,每秒速度增加6 速度的单位是每秒几公尺 每秒速度增加6 那请问以下的问题 那很简单就是 在等加速运动公式 第一小题是要求 第五秒增的速度 那这就可以带我们的 第一个公式 V等于V0加AT V就是 增速 那V0就是初速 然后加速度是 AT是10克 然后一开始速度是4 加速度是6,经过5秒 所以是34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第二小题呢 它是要求 位移 求这个0到10秒的位移 那0到10秒的位移就是 第二个公式 因为有时间10秒 也有加速度 也有出速 好,然后 然后 就可以 带第二个运动公式 那就是 4乘上10 4乘上10 再加上 就是0到10秒 总共是10秒 位移的话 0到10的位移就是 340公尺 所以就是340 去除以10 所以最后是34 好,那最后呢 第四小题 当这个位移 当这个位移是32公尺的时候 求它的末数 那第四小题就可以用最后一个公式 4 它要求的是末数 然后我们用v平方 等于v0平方 加2a乘上位移 那初速是4 4的平方 加2乘以 加速度6乘以32 位移是32 好,那我们稍微的整理一下版面 所以 这个是 16 再加上 24乘以16 所以就会等于 16乘以25 那16乘以25 如果开根号的话 就会是 20 好,所以 结果 如果 位移是32的时候 它的末数就是 20 那这里再多讲 补充一点就是 有没有发现 它0到10秒的 平均速度 恰好是 第5秒时候的 瞬间速度 再一次 0到10秒的 平均速度 恰好是 第5秒时候的 瞬间速度 这个的话 它的 重点 就是 有一个特性 等加速运动的特性就是 10段 终点的 瞬时速度 就会刚好 等于 整个 10段的 平均速度 终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像我们刚刚的这个 例子 在第5秒瞬间 速度是34 可是 0到第10秒的 平均速度 也是34 就是 全程的平均速度 是 0到10 这样 然后这个是34 那它也恰好 就会等于 10段 终点 就是 第5秒时候的 瞬间速度 好 这个在之后的 打点计时期 实验 斜坡上的 运动 实验 会再用到这个 结论 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同学 谢谢